9月9日,NBA RK19公布了周期评分,只有66分,在火箭队排名并列垫底,不少周期球迷表示很失望,因为66分实在太低了。 在考虑到RK的专业性,66分对周期而言,是最科学的评价,毕竟周期表现太糟糕了,上赛季他场均只有1.2分1.2篮板,命中率也仅有18%,三分命中率更差,只有10.5%。 在上赛季所有新秀中,周期是效率最低的人,没有之一,这样的球员RK也不会过度关注,所以66分无话可说。 也许有人会说,明明夏季联赛中,周期表现出色,那运会中他也帮助中国蓝蓝夺冠,在RK压根不会参考这些数据,他们只会看周期上赛季NBA常规赛的数据。 对周期来说,被看伤也好,被无视也罢,这就是他目前的NBA现状,反而因为被看低,周期更有发展空间,毕竟周期的进步中国球迷都看在眼里,只要下赛季周期能像夏季联赛一样出色,尤其他的三分,如果能保证输出,那他将会成为让人惊喜的球员,一切机会都在他自己手中。 尤其是火箭目前缺少防守汉将,周期的上场机会比反而上赛季更多,所以加油吧,希望周期不会让我们失望。